任劳任怨做宋家女婿四年后 老婆宋清月却在外面养了一个小白脸 小白脸年轻英俊一表人才 经常带着宋清月看电影追明星 我生日这天准备了红酒和蛋糕 宋清月打来电话 我今晚有事要看楚颜颜的演唱会 小白脸在一边嘲笑我 一个只知道买菜做饭的上门女婿 知道楚颜是干什么的吗 他们不知道 楚颜颜正在我旁边含情默默地看着我 演唱会结束后我陪你过个隆重的生日 小白脸叫方子柒 第一次见她时是在上个月宋清月爷爷的寿宴上 我手拿寿礼正在给爷爷祝贺时 宋清月带着方子柒出现在宴会上 方子柒人长得白净英俊带着一副金丝边眼镜 看上去文质彬彬的 爷爷给您介绍一下这是方氏集团的方哨 上月刚与龙胜集团签了一个一的订单 宋清月当着众人挽住方子柒的胳膊不撒手 还专门扭头厌恶地瞄了一下我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关系不一般 爷爷您看我专门为您准备的 我话没说完方子柒一个反手 把我准备的礼物打在地上 然后又用脚使劲踩了一下 你这礼物怎么拿得出手 方子柒把我花一百万给宋家主 准备的字画用脚碾成了两半 他打一个响指 两个小弟模样的人把礼物恭敬呈现在宋家主面前 爷爷这是我专门在拍卖会 上花重金给您拍下的福西八卦图 还有我从熟人手里买的洛神富图 方子柒说完得意地看一眼宋清月 宋清月害羞地低头 还是人家方绍大访今天真让我大开眼界了 就是不像那个坠绪在这么重要的场合下 竟然拿那种上不了台面的东西 爱当初宋清月是怎么看上这家伙的 人群里传来一句又一句对我的羞辱 这时候我多想让宋清月站在我的身边 挽起我的胳膊给大家说一句 我不管你们怎么看他 他始终都是我的老公 可他没有 他跟那些人一样 在那里嘲笑我侮辱我 把我的尊严踩在脚底下 我捡起被方子柒踩坏的字画 走到他面前直视着他的眼睛说陪我 他一听哈哈大笑起来 你们看到没有废物坠绪就是这么小气 一张破字画竟然大言不惭地让我陪他 他话音刚落人群中笑声一片 宋清月猝不及防地给我一个耳光 何川你闹过了没有今天可是爷爷的寿宴 你听他说我闹 我的老婆不跟我站在一起 在众目睽睽之下 当众像着一个万人打自己的老公还说我闹 宋清月这可是我找人托关系给爷爷买的字画 他给我弄成这样我找他陪不行吗 不行 宋清月又给我一个巴掌你能买什么字画 顶多一个垃圾还好意思拿得出手 得亏方少给你毁了 不然一会爷爷说不定怎么惩罚你呢 到时我也会跟着你一起丢脸 宋清月眼底对我浮现出一丝厌恶我不甘 那是我花一百万给爷爷买的 就让他这样给毁了今天必须赔什么 一百万 宋清月哈哈大笑你买菜的钱都是我给你的 你哪里来的一百万 这废物真是吹牛吹大了还一百万 我看一万都不值方子柒上前拽过我的衣领 我那是怕你连清月一起害了 才毁了你买的垃圾你不应该感谢我吗 行了 坐在主位上席的宋清月爷爷发话了 今天是我的寿宴别弄得大家不愉快 方子柒这才放开我 寿宴过后宋清月携手方子柒经过我身边 她拿出一张银行卡扔给我这里是二十万 足够了我捡起银行卡放在兜里 再怎么样不能跟钱有仇 如果你今天脾气好一点我可能会给你五十万 宋清月说完挽着方子柒在我面前离开 刚走到拐角两人就迫不及待地啃在了一起 我从旁边路过方子柒故意说给我听 玩着别人的女人就是够伪 本来我可以当作没看见 她这句挑衅我底线的话让我血液上涌 我二话没说平的一拳打在她的脸上 鲜血立即从她的鼻子流出 宋清月恼怒不已地推我 何川你是不是有病 我指着方子柒瞪着通红的眼睛看向宋清月 吼到她当着我的面丸你还说我有病 我愿意怎么了 宋清月心疼地掏出白手卷 给方子柒擦脸上的鲜血 方绍对不起疼嘛 原来宋清月会心疼人啊 这四年我为她洗衣做饭 安前马后的侍候她 她从未对我说过一句贴心的话 原来她只是不心疼我而已 我转身离开 还没有走出老宅 我的手机铃声响起 一看来电显示我便接听 何川你干嘛呢 发了那么多短信都不回我一句 是楚妍妍我的青梅 有事骂我的情绪还没有完全缓过来 怎么了不高兴楚妍妍关心地问我 静默三秒 你说话算数 每次请你都说忙我都不抱希望了 她话语里有对我的埋怨和期盼 放心以后不会再忙了 我认真的说以后你的每次演唱会 我都会在场宋家主 寿宴结束后的一个月 宋清月就开始很少回家 她和方子柒明目张胆地出入各种场所 俨然一对小情侣 他们一起看电影 一起喝咖啡一起追明星 听说楚妍妍这个月 在本市有个演唱会 他们早早地就买好了票订好了座 楚妍妍是当下最炙手可热的歌星 在最近最火的蒙面歌王比赛中 连夺三次冠军 赢得众多歌迷 为之神魂颠倒 方子柒也不例外 她身穿高定西装 带着墨镜头发束的油亮 带着宋清月在演唱会场所门前 各种摆谱拍照搂着宋清月的腰肢 摆弄着各种姿势 我站在二楼的包厢内 看了个一清二楚 我拿出手机给宋清月打电话 今天是我生日 我买好了红酒和蛋糕 话没说完 我看到她先在方子柒脸上闻了一下 然后猜给我回话 我今天有事 要看楚颜言的演唱会 你自己过吧 声音冷淡极致 一旁的方子柒笑得差点上不来气 清月你给那个废物 说什么楚颜言 一个只会做饭扫地的坠序 她哪知道楚颜言 他们并不知道 这个包厢正是楚颜言 让她助理专门为我安排的 看到他们在人群中 开始排起长长的队 我不禁勾唇 楚颜言递给我一瓶饮料 笑着看他们合穿 你老婆到底哪里好 让你心甘情愿为她付出四年 楚颜言的声音里 带着无尽的遗憾 我扭头对上她美丽深情的双眸 浅然一笑都结束了 楚颜言抽抽嘴角 演唱会一会 该开始了 我去准备一下 你有事喊我助理 我点头 楚颜言不乏轻盈地离开包厢 留下她身上 专属的一股清香的香水味 我看一下表 离演唱会开始 还有半个小时 便起身来到卫生间 在卫生间门口 竟然遇到了宋清月和方子柒 何川 你不是在家过生日吗 宋清月吃惊地看着我 随后又想撇撇嘴 你不是讨厌追星吗 我是不喜欢追星 但是不代表我不能被星追 我两手插兜 眼底划过一抹良意 盯着宋清月看 以前的宋清月在我眼里 还真是天上的一轮明月 皎洁又神圣 不知何时 这轮明月开始变得昏昏沉沉的 给人一种压抑感与烦躁 方子柒听到我的话 扑斥笑声出来 用手指点了我一下 废物坠续 还没睡醒呢吧 你不追星 让星来追你 笔毛坑里的屎都臭 除了苍蝇会追你 别人躲都来不及 还追你 我本想再给他一拳 但又怕给楚颜言惹事 便攥紧拳头 终究是没有伸出来 宋清月走过来 比翼地看我一眼 说回去吧 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这不是你该来的地方 方子柒拿出刚买好的座位票 亮给我看你的票呢 怕是人家不卖给你吧 我这可是贵宾票 在前三排是吗 那恭喜你了 我扭头想进卫生间 方子柒却一把 拉住我出去没有票的人 只能在外面 像狗一样随地大小便 我咬咬牙 方子柒不要欺人太甚 我就欺负你了 怎么了 方子柒说完 往门外喊保安保安 两个保安快速走过来 先生怎么了 方子柒高高在上的 问你们是怎么看门的 这可是大明星 楚颜言的演唱会 她连张门票都没有 你们就让她进来 小心我去投诉 你们两个保安 赶紧扭头问我 先生请出示您的门票 我还真没有门票 当时我说买票 楚颜言直接让助理 把我带到了VIP包厢 根本没有给我票 看我拿不出票 两个保安就要赶我 宋清月在一旁 说着风凉话 你说你今天 既然是你生日 一个人在家 安安静静地过生日 不好吗 非得跑来赶时髦追星 现在好看了吧 先生请您出去 别逼我们动手 两个保安 很是客气地赶着我 我是VIP客户 不需要门票 没办法 我只得把事情说出来 话音刚落 方子柒和宋清月 哈哈大笑 你是不是疯了 嗨VIP 我和清月这样的身份 想弄个VIP都弄不到 你这个废物还VIP 真是笑死我了 两个保安 用一种异样的眼神 看向我 先生这VIP 可是楚小姐亲自签名的 才有机会 获得VIP请问 你有她的签名贴吗 我哪有什么签名贴 我摇摇头 我是口头的VIP 这下宋清月和方子柒 笑得更大声了 宋清月上前 就给我一个耳光 你是不是脑子有病 有病就去疯人院 别在这里捣乱 先生请马上离开 不然我们可要 采取强制措施了 保安给我下了最后通点 眼看就要被保安拖出去 我只能求助楚嫣嫣 看我要打电话 方子柒一把读过我的手机 别装了赶紧走 你还能认识 什么大人物不成 宋清月也不耐烦地说 行了别在这里 给我丢人现眼了 你这四年 都在家洗衣服做饭 哪里有什么朋友 别人不知道 我还能不知道吗 方子柒一下子 把我的手机摔在地上 又用脚多了几下 要个手机也没有用 肯定连一个联系人都没有 我一把推开方子柒 捡起地上的手机 一检查手机 已经开不了机了 我恼羞成怒 狠狠一拳 打在方子柒的鼻梁上 何川你够了再动手 我就报警了 宋清月推了我一把 看向保安 你们还不快把他弄走 小心我现在就投诉你们 两个保安开始走近 我先生对不住了 他们两个声拉硬抬的 就要把我架起来 行了我自己走 我整理一下衣经 刚想离开 迎头遇到楚颜言的助理小刘 他看到我着急地说 和先生您怎么在这里 我到处都找不到您 两个保安见状 忙上前解释刘柱 这位先生没有门票 我们正想把他赶出去 刘助理扭头瞪着他们说 和先生要什么门票 睁大你们的狗眼看清楚 他可是楚小姐专门请来的贵客 幸亏我早来一步 不然你们都别想干了 刘助理把两个保安训斥一顿后 跟我鞠躬道歉 对不起何先生 是我照顾不周 一旁的方子柒和宋清月 早就看愣了 站在那里睁大眼睛 不可置信地看着这一切 方子柒一会反应过来 走到刘助理面前 这位先生您是不是弄错了 他就是一坠须废物 他连买门票的钱都没有 怎么可能是贵宾 就是他是我老公 整天没出过门 怎么会认识楚小姐呢 你们一定搞错了 宋清月微笑着看着刘助理 眼神里带着一种讨好 刘助理扭头冷眼看向他们 你们是谁我不知道 也不想知道 我只知道这位何先生 是我的VIP客户 也是我从头到尾要服务的人 刘助理说完 扭头对我恭敬地说 何先生请 您稍等我先去个卫生间 这楚颜颜 也是见面就非让我尝尝他的好茶 好事好喝多了不得去卫生间 等我从卫生间里出来 方子七和宋清月还站在那里不走 我懒得看他们一眼 就跟刘助理准备去包厢 等等 宋清月喊住了我何川 我有话要问你 我扭头冷眼看他 咱们之间还有话吗 宋清月一把把我拽在一旁 质问我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不可能认识楚小姐的他 为什么要邀请你 哦 我知道了楚小姐肯定是认错人了 方子七恍然大悟 我还不信了我堂堂方少 都不是VIP 他一个废物能是VIP 你们这是在质疑楚小姐的眼光吗 刘助理冰冷地说 不敢我们只是提醒您别弄错了 方子七一副好心的样子 刘助理懒得理他们 又对我做了一个邀请的姿势 我和刘助理在方子七和宋清月的疑惑下 回到了VIP包厢 坐在VIP包厢里 正好能看到楚颜颜在台上的演唱 她的嗓音就如天籁之音 听上去悦耳动听 她的一举一动 都是那么的优雅动人大方得体 观众们一阵阵的鼓掌与欢呼 使得整个演唱会现场场面十分壮观又热烈 刘助理在一旁给我蓄上一杯水 不住地夸着楚颜颜 老大的歌真是百听不厌在观众不舍中 进行了两个小时的演唱会终于结束 但是楚颜颜并不有下台 她拿着话筒面向几千观众 激动地说今天就让我自私一下 接这个场面给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一个人 过个生日 她话音刚落 人群骚动 是什么人这么幸运 既然是楚颜颜人生中最重要的人 看来此人身份一定不简单 那还用说 说不了是她所爱的人 我在包厢内听得一清二楚 同时也让我为之震惊 我没想到她说的给我过一个隆重的生日 是在这种场合之下 我内心有点慌乱 也有点感动 这么多年过去了 没想到我在楚颜颜心中的地位 竟然还是如此重要 想当年 她因为前途出国深造 临走之前 刻意告诉我 不要等她 我还以为她变心了 而我却阴差阳错成了宋家的坠续 原来 楚颜颜一直都在原地等我 只是 我已不是曾经的那个我 台上 在楚颜颜的安排下 一个盛大的蛋糕被工作人员推上了台 蜡烛被工作人员点燃 灯光突然熄灭 烛光在黑间中闪烁着醉人的光芒 刘助理带着我走上前台 楚颜颜拿着话筒介绍着 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 就是今天的寿情 让我们祝他生日快乐 台下观众齐喊 生日快乐 生日快乐 在大家的祝福中 我吹灭了蜡烛 台下掌声雷动 欢呼声震耳欲聋 全场灯光亮起 我也在楚颜颜的身旁公开亮相 好帅的一个男士 穿得那样寒酸 也盖不住他骨子里散发出的阴气 跟咱们的楚明星真般配 大家一句接一句地夸着我 我不经意见看到了 坐在第二排的方子七和宋清月 只见两人愣愣地坐在那里 眼睛睁得大大的 目不转睛地盯着我看 我冲着他们仰起嘴角 在灯光的照射下 我看到宋清月脸上的肌肉 在止不住地抽搐 而方子七七的眼珠子 都快蹦了出来 楚大明星 给我们介绍一下 这位先生的身份呗 人群中不知谁大声喊了一句 就是 他到底是您什么人 大家一个个地 对我的身份产生了好奇之感 还没等楚颜颜说话 宋清月蹭地从座位上站起来 冲到了台上 他二话没说 就从楚颜颜手中夺过话筒 当着大家的面 气势汹汹地说 大家别猜了 他是我老公观众一听 立马热闹起来 什么 他结过婚了 这女的 谁啊 怎么感觉 有一种强老公的气氛在内 台上 一时陷入尴尬的局面 楚颜颜没说话 我也没说话 因为这个时候 应该有人会比我们急 果然 是方子七 怕缓缓地站起来 一脸凝重地走上前台 你上来干什么 宋清月脸上难得地出现 对方子七一丝嫌弃 方子七忽略了宋清月脸上的表情 直接接过话筒说 他就是一坠续 天天给宋清月添狗的废物 一天到晚啥都不干 就会洗衣做饭 我真不知道这样的人 楚大明星会这么器重他 方子七话音刚落 宋清月失控的一个巴掌 打在方子七脸上 又清脆又响亮 把方子七打得一下子愣在那里 他当然不会想到 一向看中他的宋清月 会当着几千人的面打他 宋清月 你 为了这个废物 打我 下去宋清月第一次 宠着方子七发火 方子七一时窘迫地看着宋清月 你不是说要跟他离婚的吗 他是完全没想到这句话 慧影的台下观众 对宋清月一阵谩骂 总算看明白了 原来这位先生的老婆 出轨了这个小白脸 这老婆真不是个东西 赶紧离婚啊 估计看人家被楚大明星气重 他又不舍得了宋清月 被大家说的脸色泛红 一时不知该说些什么好 而方子七则拽着他 直接下了台 楚颜颜这才拿着话筒 开始落落大方地讲话 实在没想到 会出现这个小插曲 都过去了 我现在向大家正式介绍 站在我身边的这位先生 他叫何川 是我的竹马 我们一起长大 一起上学 后来他由于家中变故 做了宋家的上门女婿 虽说他是上门女婿 但是这些年 他一直都在为音乐 做着幕后工作 我今天晚上所唱的 每一首歌曲 都是和先生这几年 默默创作出来的 哇 原来这首有名的读音 是他写的 和先生真是太有才了 有个这样的老公 还不知足 还去出轨 那女人真是傻到家了 和先生 你赶紧跟他离婚 如果不嫌弃的话 你看看我行不 你别捣乱 和先生如果真的离婚了 还有楚大明星呢 大家开始议论纷纷 楚颜言深深地看了我一眼 继续说 咱们的生日继续 让我们一起为和先生 唱一首生日祝福歌 在楚颜言的领唱下 大家一起为我 过了一个难忘的生日 确实如楚颜言所说 很隆重 包厢内 暖黄的灯光 照在楚颜言白晴的脸上 给人一种迷人的感觉 他倒上两杯红酒 递给我一杯 我等这一天很久了 楚颜言眼神迷离地看着我 和川 我一直在等你 没等我说话 他杯中的酒 已经被他一饮而尽 你知道我的歌 为什么唱得好吗 他放下酒杯 拉起我的手 都是因为你 写歌的人入心 唱歌的人入情 所以 每次站在台上 我唱的每一句歌词 脑海里全都是你的影子 楚颜言两眼放光地看着我 看得我心底翻涌 其实 我能走到今天 全都是因为你 和川 你知道吗 我每唱一个字 就能想到 你在用心写歌的情景 我不能辜负 你用心写的一个字 楚颜言越说越激动 我越听越感动 他放下酒杯 开始向我慢慢靠拢 身上的体香 传遍我的每一寸肌肤 就如温泉里的水 细细软软的 轻轻洗涤着 我的每一个毛孔 不要拒绝我 好吗 他声音很轻 很软 也很麻 他温热的嘴唇 眼看就要贴上我的唇 我伸出手指一挡 他停住 我不配吗 他的眼底 划过一丝失落 我摇摇头 不 是我不配 颜言 我还没有离婚 我不想让你落下骂名 他轻轻地拿开我的手 嘴唇霸道地又向我惊来 我起身躲开 时间不早了 你也累了一天了 好好休息吧 能不走吗 他的眼神带着期盼与希望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 没有离婚之前 我不想毁他轻遇 当晚到家的时候 已经是晚上十二点 宋清月穿着睡衣 坐在床上 看样子好像坐了很久 他在等我 四年来 第一次 我没看他 洗过澡之后 躺在一旁的沙发上 这个沙发 我睡了四年 宋清月看我不说话 干脆起床 一把把我从沙发上拽起来 今天的事 不该跟我解释一下吗 他的眼睛瞪得溜云 他生气了 第一次因为吃醋而生气 我解释什么 我和他什么事都没发生 倒是你 天天跟方子柒出双入队的 你 给我解释了吗 你没有资格管我的事 他眼神躲闪 你是入坠我家的 就应该听我的 我没有卖给你家 我转身重新躺在沙发上 我累了 明天去明镇局离婚 你说什么 你要跟我离婚 宋清月更加生气了 从地上随手捡起一个扫把 就打向我的后背 河川 我今天是不是给你脸了 竟然敢跟我提离婚 我夺过扫把 扔向一旁 正巧碰到了桌子上的茶杯 茶槐和扫把同时落地 发出清脆的响声 宋清月 从今以后 我不再是那个任你打骂的河川了 你给我记着 你和我 从现在开始 再无任何关系 他没想到 我会顶撞他 气得直喘粗气 然后拿出手机 哆嗦着打电话 你给我等着 我这就给我爸打电话 让他收拾你我冷笑 你就是跟你爷爷打电话 我也不怕 我拿起扑盖 来到客厅 睡在外面的沙发上 只听得宋清月 在电话里冲他爸大嚷 爸 你快过来 河川他打我真能编 四年来 我从未对他动过手 倒是他 一不高兴 就对我拳打脚踢 看来 真的把我看成他家的一条狗了 就在我刚想入睡时 宋建军果然来 给自己女儿出气来了 你为什么打月月 他二话不说 上来就质问我 他明明知道 我不可能会对他女儿动手的 我没打他 是他自己动的手 我面无表情地毁他 他愣了一下 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 今天好像跟以前不一样了 长本事了 就因为我今天 没有像以前那样 给他赔笑脸 给他道歉 他就认为我长本事了 看来 人还是不能惯 不然 别人会认为 你所做的一切 都是理所应当 既然你来了 我就把话说明 我要跟你女儿离婚什么 你要离婚 宋建军一听 一巴掌打在我脸上 今天吃什么豹子打了 竟然主动提出跟我女儿离婚 要离 也是我女儿不要你 不能你先提出来 我冷笑 我已经说了 对不起 明天就去明证局离婚吧 我就说吧 他在外面有人了 这个没良心的 咱们管他吃 管他住 现在喂饱了 却跟我提离婚 宋清月说着说着 竟然好像很委屈地哭上了 不知道的 还以为我在外面找小三了 何川 你知不知道 离了婚 你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 这些年 你是我们宋家的 和我们宋家的 离开我们宋家 你只有死路一条 还离吗 宋建军开始威胁我 是吗 如此说来 那我更得离了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宋建军 以后 我不吃宋家的了 你们不是应该支持我吗 爸 他今天去见那个楚颜颜了 就是那个歌星 结果回来就不一样了 脾气见长 刚才还把我打了一顿 宋清月说谎的本事 张嘴就来 宋建军点了一支烟 坐一旁抽了起来 然后语气缓缓地说 说吧 怎么才能不离婚 我不相信地 看着他们妇女俩 意识张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他们以前不是经常要赶我滚的吗 怎么 现在我主动提猪滚 他们倒又不乐意了 怎么这么见呢 这样 我明天在公司给你安排一个保安的活 一个月给你三千块钱 离婚的事 以后不要再提宋建军好像很大方 认为我离婚是因为没有工作的缘 不去 给我安排个副总 我也要离婚 我坚持不退让 四年 我够了 宋建军完全没想到 我想都没想就给他拒绝了 笑话 我去的是工作吗 那你想怎么样 别得寸进尺 你知道宋家在这个城市里的地位 得罪了宋家 你想在这个城市立足 门都没有宋建军给我下的最后通牒 也是提醒我 我要是坚决离婚 他们有可能会封杀我 欺负我可以 我离婚就不可以了 这是怎么样的一家人 宋建军走了 临走 还不忘提醒我 要想活着 就别瞎折腾我在宋家四年 受尽欺辱 他们看不到 我一提离婚 他们就不乐意了 凭什么 欺负我习惯了吗 第二天一走 方子欺开着豪车来宋家 接宋清月上班 我面无表情地冲她喊了一声 宋清月今天没空跟你走 我们等会还要一起去离婚 听到离婚两个字 方子欺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兴奋 好啊 我送你们 滚 正巧 方子欺的话被刚出来的宋清月听到 不由地骂她一句 方子欺 今天我还有事 你先去上班吧 方子欺哪里肯走 清月 你不是说过 你迟早会跟这个废物离婚 跟我结婚的吗 宋清月脸上一喊 我是说过 但是现在是她要跟我离婚 不是我要跟她离婚 结果不一样吗 方子欺不解 怎么会一样 我跟她离婚 是我不要她 她跟我离婚 是她不要我 如果让别人知道 我被这个废物给踹了 那我哪还有脸在圈内混下去 哦 宋清月要的是脸面 而方子欺要的是结果 其实 也不一定 如果我真跟宋清月离了婚 方子欺不一定会真的娶宋清月 这个婚 在宋清月的逃避下 最终是没有离成的 她说 离婚 只能由她来提 但她依旧跟着方子欺一起看电影 追星 只是不再追楚奄言了 一个月后 是本市的商业宴会 宋家和方家也在被邀请之列 宋清月和方子欺 手玩手出现的时候 我已经在现场 宋清月眼神一愣 向我走来 你来干什么 不知道来这里的人 都是有头有脸的人吗 她还是像以前那样 对我一脸嫌弃 我还她一个冰凉的眼神 宋小姐管得也太宽了吧 你是我的老公 我管你不应该吗 呵呵 我何时是她老公 竟然是她说了算 本来 我是在一个角落里的 尽快这样一闹 大家也都向这边看来 你们快看 宋家那坠续也来了 就是 今天来这里的 都是商业圈里的人 她一个坠续来这里干什么 大家七嘴八舌地开始议论我 当然 前提是加上宋家 宋建军这时进入大厅 经过我身边时 小声提醒我 还不赶紧走 在这里丢人现眼 我走了 这商业会一会谁来主持 我半开玩笑地回了她一句 你说什么 她完全没想到 我会说如此大话 何川 今天来这里的 可都是商业大佬 你别让我们老宋家 在这里上不了台面 我答应让你去公司 做保安的活 一定会兑现的笑话 我想做保安的话 很难吗 方子七端着酒杯走过来 不懈地打量我 果然是狗皮膏药 真搞不懂 这清月吊卓你干什么 要是我 巴不得早点跟你离婚 这还用说吗 她不是吊卓我 她是吊卓你 我笑 方子七扭头看宋清月 眼神里充满疑问 清月 是这样吗 真是个傻子 还用再去问吗 宋清月笑着解释 别听她胡说 方子七还满脸骄傲 听到没有 人家清月 根本不是这样想的 她就是让你一直 坐她身边听话的一条狗 行了 让她快走吧 宋建军不耐烦地 吩咐一句 便给其他人打招呼去了 宋清月又开始赶我 何川 能不能别闹了 今天的这个商会宴席 对我们宋家很重要 我知道 不但对你们宋家重要 对每一个人都重要 我捏着手里的酒杯 摇晃着杯中的红酒 浅浅地喝了一小口 方子七大怒 冲着门口大喊 保安 保安两个保安 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快速地出现在方子七面前 方少 怎么了 方子七厌烦地指着我 把这条狗给我拖出去 我看谁敢 一声怒斥 从大厅门口传来 大家不约而同 看向来者 是副会长张雷 还真是的 这张会长 怎么会向着宋家这坠续 方子七和宋清月 更是一脸猛逼 不知道怎么回事 眼见张会长来到我面前 对我点头哈腰 所有在场人都敬了 特别是方子七 张会长 他 他只不是宋家的废物坠续 您干嘛对他如此尊敬 是啊 张会长 他就是我家的一条狗 我这就让他滚出去 宋清月话音刚落 张雷反手给宋清月一个耳光 你有什么资格让他滚出去 宋清月捂着半边通红的脸 一脸疑惑 他是我老公 我怎么没有资格了 张雷二话不说 又是一个巴掌 再敢多嘴 我就跟你不客气 我暗笑 张雷 你已经对他不客气了 宋建军看女儿挨了巴掌 赶紧走过来 满脸堆笑的看着张雷问 不知我家小女 哪里得罪了会长 让您如此大怒 张雷板着一张脸说 他没有得罪我 他得罪的是这位大人 张雷用手指向我 大人 方子七哈哈大笑 张会长 他是什么大人 他就是一个窝囊废 话音刚落 张雷气急 又给了方子七一个巴掌 再敢造次 就把你方家 从商业除名方子七下得再不敢吐一个字 场面一时陷入混乱 这宋家的坠序到底什么来头 让张会长这么护着他 我在商业圈里混了这么多年 从来没听说过宋家坠序是个人物 他是出了名的废物坠序 今天这是什么情况 眼看商业领导一个个都到齐了 张雷走上前台 拿起话筒 大家好 以往的商业会都是我一个副会长到场 今天有幸咱们的郑会长也来了 话音刚落 大家纷纷看向入口 但是空无一人 人呢 谁是郑会长 张雷继续说 大家安静 下面有请咱们的郑会长 和会长给咱们见面说完 大家开始鼓掌 我在掌声中从容地走上台 接过话筒 什么 他 他不是那个废物坠序吗 怎么可能是会长 张会长 这是怎么回事 就是 他怎么可能是会长 在大家的疑问声中 我拿着话筒说 你们还记得四年前的何山吗 什么 他是何先生 何山谁不知道 四年前突然失踪 他可是商业奇才 短短一年时间 就创造了这个商会组织 后来不知为何 和先生莫名失踪了 大家惊呼一片 特别是宋清月 像傻了一般 嘴巴张得大大的 半天和不少 对 我就是当年的何山 因为一场变故 我失忆了 阴差阳错地进了宋家 当了上门女婿 我说完 手一挥 一个医生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沈院长也来了 沈院长可是全国出名的脑外科大夫 沈亮拿着一支诊断书 我来作证 四年前 和先生是我接诊的 大家争相地看着诊断书 没想到 他真是和先生 这宋家可算是捡了个宝贝 可是他在宋家并没有被善待 宋建军更不敢相信 他一直最不待见的女婿 竟然是商业会长 现在我宣布 宋家从云省除名 念在这四年的情分上 我对宋家不去封杀 出了云省 宋家还可以继续发展 我看了一眼宋清月 至于宋清月 我现在宣布 我跟他解除夫妻之名 不要啊 何川 不 何会长 你不要这样 咱们还是夫妻 我跟方子七只是玩玩的 玩玩 我冷哼一声 宋小姐作为有夫之妇 天天跟方少成双成对的出入 你玩的够花宋清月 你个浪娘们 我对你付出那么多 你竟然跟我说是玩玩 方子七一听不乐意了 上前给宋清月一个巴掌 然然转向我 何会长 我 我是冤枉的 是他先勾引我的 方子七 你个王八蛋 现在竟然说这种不要脸的话 宋清月扭头向我陪笑 老公 你别信他 是他先勾引我的宋建军 这时尚前也狠狠地打宋清月一个巴掌 然后嬉皮笑脸地看着我 好女婿 我都替你教训他 从此 这个女儿宁愿不认 我都认你看着他们在这里狗咬狗 我虽然心情气爽 但也经不住悲从心急 如果我不是何山 后果又会怎样 来人 把他们给我亲出去几个保安上前 就要把他们拖走 何川 我是你妻子 我们还没有离婚 你不能对我这样 宋清月开始耍起无赖 是吗 我冲他笑道 咱们现在的结婚证早就作废了 我说了算 我现在才是他的妻子 这时楚颜颜穿着一身鲜艳的晚礼服 出现在大家的视线中 楚颜颜好漂亮 听说他和何会长是青梅竹马 人家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 就是 好般配在大家的赞美声中 楚颜颜上台拐挽住了我的胳膊 全文完 花 来了